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支也是一个观众推荐的 但是我不太懂这支笔是 什么是叫什么,这个是叫什么 有缘牌,但是上面写的是黑龙江 那我标,标题的话尽量是,我就写黑龙江有缘2000 它是这样子一支笔,那明显就是一个库存笔了 这个,然后为什么会做这支的 因为最近这个纸盒,然后这个也放很久了应该 是这样子,因为最近不太打算说再一直做国产笔了 因为国产笔最近真的做太多了 那这一支暂时来讲就可能近段时间的话 国产的话这支,除非是现场了 但库存或者老笔我暂时不太打算做了 因为那个第一个做太多了 第二个这支为什么会做 就是因为它,你看我这样这个尺寸 那完全非常大 那我拿这个来对比一下 然后这个,那你看,这个是146 你看这一支 我去这尺寸太惊人了 我再拿一下我的内容笔吧 我录用是爱城,然后你看 这爱城,我估计149 149我出了,我现在没有留在身边了 那149或者万家这一支会不会大一点 万家这一支可能也差不多大小 那就不拿这支吧 那你看这个笔的尺寸呢,贼巨型 你看这超级巨型的一个尺寸 那你看我的爱城这一支的话算是大笔了 已经是算是很巨型的笔了 然后这个是正常嘛 这种就开大型 然后这个直接叫巨型 我感觉那个百利金的这个800 1000的都没有它这么的大 所以就对我就决定 因为难得看到一支国产笔是这么巨型的一个尺寸了 我就觉得啊终于不是一支细的 我就决定把这支也给做了 然后就暂时把国产笔的这个部分给停一下 那暂时的一个核心的话 还是会回去那个做别的品牌的笔 比如说像是一个现场笔 或者是日笔欧笔这类的 国产暂时放一放这样子 那因为那个视频我最近看了一下都是国产为主的 然后我决定数量上需要平衡一下 那这支笔你看非常巨型 165166的一个尺寸 然后放上这个笔尖的话 152 忘了把那个尺寸给那个对比一下了 那这样子我把这个和M800 但是它的笔尖有点让我意外的就是你看这个笔尖 这么巨型的笔吧 国产笔总是有同一个通病 就是你这么大的笔 然后配一个这么小的笔尖 就是这个笔尖虽然也不算小了 但是对比一下你看800的笔他还要再大一点 那我可能可能是那个没有对准 我再拉主一点了 还是800的大 就是国产笔的就是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算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还是需要解决的就是像美感比例 主要还是美感比例 还有一个的设计经验上面 我觉得我觉得就即使是近代的 可能是都是借鉴为主嘛 然后就是都没有一个就是 怎么讲呢 非常突破的一个设计点在那边 就单纯从一个设计的角度来讲啊 然后然后你看就还是这样子一个吸魔器 我希望就真的是能就是那个就是真的去完整的去做一支 就是真的有突破的一支笔就是暂时就是这一四年吧 当然中间有一些很有突破的像那个 呃怎么讲虽然都有突破但是都是借鉴型的 比如说那个永生的601然后那个永生的618 那基本上还是原本基础上面突破了 但是还是希望说 呃最大的其实我最满意的一支是这一支就是 英雄的1949就是 这一支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它在设计上用料造工上面等等的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就是有一种颠覆感 但是其他的国产比主要的一个从设计上角度来看的问题还是一样 而且国产的一个别的品牌大部分走的还是文青范 可能是本身国产比擅长的一个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但还是希望说能看到一些比较新元素的一个国产比 那如果是说暂时如果是没有看到的话 所以我国产暂时不太打算再继续做这个比了 好那前面的那个无聊的话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重量先 那这个比真的很大 然后重量而重量只有21.5克 我这个重量倒是挺给力的 就非常轻的一支又很大又很轻 但是我个人还是偏向比较重偏向一个重比为主 因为这么这么大支这么大支啊 呃15.5然后把它冒的一个尺寸 那闽南话来讲就很大支啊 对吧然后这个笔蛇 呃这个不知道是库存痕迹还是什么了 笔蛇啊呦还是歪了 我把它摆直一下 摆直一点摆直一点 OKOK可以可以 好那个 好我们继续 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 呃呃本身一个笔杆上面啊不 先看一下那个笔尖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整支笔杆吧 这个笔的那个握持度等等的真的是 怎么讲已经太大支了说实话 然后上面首先的一个笔尖的话 我觉得呃看一下笔尖的话 那笔尖的话反正就是非常素的有连 然后Y字应该是它的一个logo 笔尖上面的话 那个对还是一个长长伊犁的一个打磨方式 对前面的话还是常规的一个国产笔的打磨 然后再下来的话 倒是这个伊犁它是偏长的 不知道书写上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了 那你看都偏长的那这边也是那都是比较长的一个 但伊犁上的打磨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你看非常对称那像我这种有强迫症的那像这样对称 中锋非常紧的那这种就是很极致的那个感觉吗 就是完美主义吗 那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好那个在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根笔 那笔的话首先作为一支大笔吗 虽然说价格摆在那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这里应该要加个元素 笔尾的话这里这个口呃也是应该加点元素 然后路个人还是不太希望像这种就是住宿口的那些放在这个地方 还是希望放在别的地方 保持这个笔的一个完整性 然后这个双黄的话 单黄这个的话应该是百利金的一个设计了 就借鉴它的一个设计 然后就是把它放上去 但是前面的这个口的话这个边边的话 应该拿的是那个万宝龙的那个设计 我觉得看万宝龙的一个146的话 你看这个边的话它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它也是往里面下面这里也是往往这里收 那这套边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拿那个M800来看一下 M800了 你看就基本上都是连比例的话都非常的一个接近 然后呃反而它上面那个说是玛瑙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摸上去 哎有点冰 它上面的标榜就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玛瑙了 虽然说这个肯定不会很贵 嗯 然后另外一个但是摸上去 有点冰有点冰有小冰 应该是这个应该不贵应该不会去给我造个塑料了吧 我觉得 然后比夹的一个松紧度非常的好 再下来就上面的这些就是雾痕 那么雾痕的话还是有点那个库存的痕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有点雾的痕迹 虽然说在视频上面来看到这个锐利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视频 但是我实体上拿到这支笔的话锐利度 其实就像这些反光的锐利度其实没有那么的高 然后再下来的话 主要还是要讲一下一个整体设计上的问题了 希望就是说 首先吸墨器还是要换回去正常的那种就旋转式吸墨器 那是不是活塞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把笔故意给做大了 虽然说而且这个我比较喜欢还是有重量的 因为这么大的笔还是喜欢有一个像澳洲那种就是 像澳洲那种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嘛 就拿那个重量拿电量嘛就是 质量好不好就拿重量嘛 就好像现在很多人看别是 我这个用量厚不厚 但其实虽然真的做设计或者去做 就对比有理解的 其实那个用量厚不厚根本不是很重要 关键的还是比如说笔12贴合度 然后笔的一个整体的设计 亲密性的设计 而不是说我这个东西重不重 然后用量怎么样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个方法其实不是很科学了 然后再下来他这个笔脚 我个人其实这个设计其实挺喜欢的 因为像 但是有点小歌手 因为像近代来讲的话 这里会三颗石头的好像只有万宝龙的 波西米亚 就是那一只笔就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一个设计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 如果是说很下点功夫的话 我觉得这只笔其实也算是一只好笔 比如先把笔尖给做大一点 然后笔握的话做回去 这个笔握还是800那个大一点 我个人觉得笔握可以再大一点 因为我用艾成的笔握 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小 然后再下来就是西莫西也换一下 那剩下的比如说有些剑 那希望可做的更精致一点 不然这只笔本身的一个定位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很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位 然后就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嘛 然后差的我觉得更多就是一个精致感 那这一只来讲设计上 我个人觉得是ok的就是 不是算不算是一个借鉴 也不算是一个也算是怎么讲的 算是原创的味道开始有一点 毕竟有这个石头 然后再这样去去配 之前看也好像没有一只笔是这样子 而且是这么大只的一个笔 那这种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新的元素在里面 好那大概这样子的 这个笔尖的话就试一下还是一样 然后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ok再上一下上两下吧 然后再这个ok 好 好那个墨先上 然后再把这个 哇这个笔真的好大只 真的我国产笔真的没有 这应该是第一只这么大只的 哇真大只真大只啊真的是 不知道我观众有没有那个台湾人还有那个应该啊 我观众是有台湾的 但有没有福建人啊 好观众啊不也有也有微信群就有 哈哈哈哈 好那个我先写一下吧 我就直接写那个有缘吧拼音 我真的不懂了 我就不写那个拼音了 比肩其实数字还是不错的 然后有缘2000 但出没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顺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 那出没反正一看出没不是特别的一个均匀 但打磨来讲的话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那写起来非常舒服非常接近现代的一个原子笔 那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鞋感 或者除非是鞋感比较突出的万宝龙的EF肩 百利金的那个F或者M肩 特别滑顺的滑顺度的代表 然后还有那个水能的那就是中规中矩 然后综合水平非常高 还有就是那个国产的国就个别 某几支那个国产笔百乐的超级细 然后出没非常大 就是除非是上这种特别特色的 不然平常我选择的话 还是喜欢比比较接近那个中性笔的一个打磨 或者那干肩的Zoro还有那个富力纹吧 那像这个压一下肩了 哇你看这弹度还是有的 但是一压的时候吧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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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 说实话就非常非常卡 然后这个一写 写起来的话就是也是一样就是 你会感觉就是有那种非常好的顿挫感 那反正就在我的一个理解里面 笔尖的要么就打磨很出色的 常规鞋感要么就是比较杀的 要么就是色感比较强的 但是这样上就是适合就是说长期写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 就有有一个瓜子的阻尼感 然后那个其实做的比较好的就比较合适的阻尼感吗 也不能叫瓜子 瓜子就是一个负品了 那比较合适的阻尼感像616还有万宝龙的146 华顺度百利金代表这样子 对那像这一支的话就是出没来讲 我个人觉得就是中规中矩了 但是大笔嘛笔尖比较大的时候 出没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有点水腔的 就是但是写英文其实没有影响 但很多观众跟我反馈说写中文都有很大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笔尖越大 即使同样出戏的话就笔尖 比如说我这一支是F的 然后我同样换回去小笔的F的话 因为笔尖缩小了 其实那个出没会比较小 那有时候出没大不大看笔的大小 像万宝龙的146和149 你拿同样的EF尖的时候 你发现EF的话有时候还是会很水腔 就149的 但是146的话就不会那么的水腔 那所以说有时候选笔这个东西吧 真的是很看脸 好那笔的话出没也是偏大的 能看到这个是0.5的一个中性笔 然后就waterman我常用的 因为水能算是我乐用的 其他的其实算说实话我就用钢笔 其实水能这我真的是整套都在用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出风等等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触摸比较大 应该是比较难出风的 但是弹性非常有弹性 那算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支笔了 而且就上面外观上面来讲 有有一个怎么讲非常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突破性 个人觉得的话就是怎么讲呢 就差那个精致度 如果精致度能上去的 这支笔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支笔 然后对大概这样子吧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另外这支笔的话我暂时标题就打黑龙江吧 然后黑龙江有缘吧 然后我也难得改了好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然后我们下次见 拜拜